辩论是什么 海月光 是我的爱恋 辩论是一件特别酷的事 会打辩论的人很厉害 能够赞上我的表达的你 可以容忽一下我自己 就非常感兴趣 挺吸引人的 真的非常的愉悦 那种伤老的感觉是非常喜欢的 可以让我去发布自己的 这样一个特征 我觉得这是辩论的 我蛮喜欢你 就跟那个打狼人杀一样 学长学姐去营造一种犯法 所以我们主打亲情派 还是要以开玩笑的形式 你先把人哄进来 我就把你扣住不让你走 告诉他们有创新学分可以来 可能一开始的伸转形式就是 我们这一个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 事实说没有 是俩身上 对 我是先把你骗进来 不管并不是什么 总之咱们这很好 辩论真的特别有意思 包娇包会 然后还可以认识很多 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 我们辩论队 首先它也有一些辉煌的过往 但是我认为这个并不吸引人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你过来就能够收获 好朋友 吃宵夜对吧 大家都一起吃 你说哪有人天天天吃海剪刀 这太傻了 我吃了 所以 那就是为什么我现在 真是胖 这真是胖 我招心就是 大喇叭好 基本上你只要面试 你基本上都会通过的 因为就没有人来 因为就没有人来 大家只要动了这个念头 那我就有方向了 我就可以让你在这里 你就永远走不掉了 真的没主打并论 就我们就是自由缠话 就是打大家感情好 然后来感觉就是自由 让你交到非常多真心的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获胜的视频 剪辑什么的 甚至你可以放弃一个 表达大神的片段 就跟他们说 四年以后 你也会成为他们那么厉害的别人手 对 拍戏才能 挺累的 好酷啊 没给闯 安静的做一个美赖 恩基了很多次 我此生注定演艺生涯无缘 我再也不拍戏了 对 人梦在昨天破罪了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到 但是我觉得当演员真的很累 因为对我来说 演辩论是比大辩论还要累的事情 真的觉得变手是演戏 真的太难了 最难的就是背台词 我说了两句台词 一共九个字 两个字就反覆手反覆手 看到后面都麻了 就整个人都麻了 你就没有办法去想象 一句话 你们看到的可能是一句话 下面肯定要拍20条 而且还有不同的角度 就是真的要拍很逻辩 然后就是会发现 确实要做一部剧的话 是真的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 因为我的专业是新闻学专业 就要写一些新闻稿 或者说新闻评论 我的逻辑会比普通同学更清晰一点 就让你知道怎么去布局这篇文章 然后有哪些新奇的要点 可以去切落 得到一个更加逻辑清晰的一个方式 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我不会在很多场合窃场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 你会有一种自信感 就是哪怕我说错了 我可以把语言回来 然后基本上的话 就是语言的组织能力和临场的能力 都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输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年人资越北 还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 很多让我感动的事情是 它能够在辩论队辩论之外 更多的是陪伴 就像这个戏里面的生活一样 无热血不青春 越是这种社团这种团队的话 集体的荣誉感真的是很让人被累了 打完辩论以后大家都会成为好朋友 即便一开始不太熟悉的人 最后都变成了特别好的战友 因为毕竟四个人相处那么长的时间 为了一个便提准备了那么久 还是一个蛮宝贵的经历 因为大学里这么宝贵的优秀 我觉得还是挺少的 对于辩论队来说 我觉得争取荣誉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能够在争取荣誉的同时 感觉得到就是我们是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 这种家庭的感觉 我觉得它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挺幸福的 而且能和一群秩序相投的人一起玩耍 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我幸而在那个年纪遇到了这样的一帮人 不然的话我的青春可能没有这么疯狂 没有这么精彩 这就是热爱 请问有几个人能在那个年纪去遇到你的热爱 而且恰巧有一帮人陪着你一起热爱 哇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真的觉得很幸运 议论不是你以为的一群杠精在长生长假 如果你想了解变熟的世界 想看一个变有真实的状态的话 那就来收看 对方变有二 看大家激烈的唇枪实战吧 可能这就是接近我们变能生活最好的一个地方 真心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希望大家在校园里找回最青春的自己 解锁青春的另一个秘密 这个中间请大家多多支持 你好对方变有二 千万要看哦